亚运会网球女子单打决赛中,中国选手王强以2比0战胜队友张帅,获得冠军。 新华社发网球女单决赛,王强2比0张帅,聚新华社店昨天,雅加达亚运会网球女子单打决赛,在聚港扎卡巴林体育中心网球场结束,中国选手王强以6比3和6比2直落两盘击败队友张帅,成功未免亚运会冠军。 这是中国队在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上的亚运四联冠,中国队也因此获得了一个2020年东京奥运会网球女子单打项目的参赛席位,比赛过程波澜不惊,身体状况不在最佳的张帅虽拼尽全力,还是未能抵挡住状态正佳的王强。 王强透露,在比赛之后,他将立刻回国,来不及修正就将恢复美网,因为美网首轮比赛将于当地时间27日开始,对于本次亚运会的赶场之旅。 王强说,不管是为城市,还是为国家出力,我觉得都是荣耀,我很开心为国家出战亚运会,或者更大的运动会。 对于目前中国女网一节之争的话题,王强说,对于网球来说,是一个良性竞争,我们都在比着网上走,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,对我来说,我个人不太在乎一节的位置,尽自己最大的努力,把自己的极限展示出来,就可以了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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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